不可能現在在機場了吧 大家早安 雖然你們看影片的時候是晚上 但現在是 早上的 5點39分 沒錯 剛剛去吧 怎麼那麼早啊 對啊 那妳的飛機是什麼時候登機 我的飛機是8點25分的飛機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現在這麼早就在這裡 7點50可以登機 對 7點50就可以登機了 那妳這三小時是在這邊這樣 我在這邊拍50支T-TOK 哇 哇 時間太早了 大家都還沒有開 因為我本來想說 從台北坐計程車來到機場 可能要花一個小時 沒想到 欸 差不多半小時就到了 沒有 20分鐘就到了 對 然後也想說 很久沒有來機場了 然後再加上就是 疫情好像剛開放觀光而已 所以也不知道來這邊 是不是要排隊做一些檢疫啊 還是幹嘛 欸 沒有 就直接去放行李 放完行李以後 就是自由活動了 自由活動 有您知道最近柬埔寨的事情嗎 嗯 知道 對 然後就是我們要提醒 就是我們國人如果出國的話 不知道要放在自己身上 不要隨意的交付給陌生人 聽到了嗎 聽到了 聽到了 對 那這個是我們柱華館出的幾集聯絡電話 我們就收著 有需要的時候就可以參閱 唉唷 感謝你 唉唷 感謝你 唉唷 這就喝 蘆米跑出來了 他硬要出來啊 或是沒辦法 那這次會帶蘆米 對 這次會帶他去旅行 因為他最近開了新的Instagram 然後他說他要每天更新 好久耶 回來拿 回來拿 他剛剛講說就是 如果我在台灣先買 然後買了以後 回台灣的時候再拿 然後還有再有一點優惠 就覺得不買白不買 反正回來也是要買 對對 好的 好的 好 歡迎在這邊請願請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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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指定家 歡迎你來的 鳥營航空 太殷航空 太航空 太航空 最早為您的服務 我沒說 哈哈哈 謝謝 謝謝 廣告 謝謝 謝謝 拿到行李了 有過大箱 然後拿完行李前面就可以看到 可以買電話卡的地方 你可以在台灣先買好 然後也可以到這邊再買 剛剛叫了Grab 檢測成功的抵達第一站 第一站是哪裡呢 第一站是Olet 為什麼有人 中國的第一站 第一站是Olet 機場然後自己叫Grab到這邊大概是150塊台幣 150塊泰銖 然後Grab它上面 其實司機他也不講英文 司機是打泰文給我 就是Grab就跟我們的Uber一樣 上面可以用文字聊天 然後他就有翻譯按下去 然後就看到司機說我到了 然後我就說 我就英文回他 我沒有看到你啊 然後他又回我 所以其實還蠻方便 就是你打你的語言 他可能也大概大概看得懂 因為大家都是用翻譯軟體這樣 然後上車就一片沈默 Jabriel的愛店 戰利品 什麼 買到一雙超級便宜的鞋子 如何如何 這家Olet是真的Olet嗎 是真的Olet 什麼 因為本來進去的時候 我想說他們都沒有提到 就是有任何的Discount 我就是打折多少趴之類的 打幾折之類的 然後後來就有看到喜歡的鞋 還是想說問一下多少錢 一問 就算比台灣便宜了一萬多塊耶 驚為天人 對 而且這泰銖跟台幣的 幣值就已經差了一萬多塊 再差一點這樣 對 然後我們只有在兌匯率回去的話 等於是我這雙 買的價錢還已經在打九折 然後還可以在機場再退7%的稅 Oh my god I wanna mix one M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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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螢光粉喔 它今天打起來好帥喔 好辣喔 昨天飯店的人員介紹我們 走過來就有很多食物的地方 哇 哇 很愛的咖啡耶 真的耶 剛剛一經過好香喔 而且還不是點什麼特別的喔 就點黑美式咖啡 他幫你做了兩口味放在一起 對 鹹的跟甜的 對一半 都要做好的 很像那個耶 Fortune Cookie 你有點像 可是他也是脆皮餅 脆皮餅 脆餅 我吃吃看 很甜可是蠻好吃的 看 紫色耶 這麼漂亮 這麼大一件 至少要450 沒有耶 我剛剛看到他這邊寫 60塊 60塊一件 三件180 他們這邊基本上 你還看到漂亮的那種紅色的 然後 路上還會有一些黃色啊 藍色 然後藍色 粉紅色 然後那種都是有車行的 然後最常見的這種 一半黃色 然後一半綠色 就是他們是自己的 私人的 我們要排隊來買那個coupon 為什麼這邊要買 他這邊是一個footport 然後他沒有在收現金 就是你要 先來這邊買coupon 把錢儲值在一張卡片裡面 然後你點餐就都刷那張卡 他說你沒有用完的話 你可以再拿來refund 就是拿來退款 我剛剛看到路人店好像很好吃 140塊 這個70 這個也70 就是 東漾的那個海鮮泡麵 這應該是泡麵 然後跟茶粿條 是不是甜到爆 泰國手錶泰式奶茶 這邊店的東西 在反光之下可以閃到你睜不開眼睛 這腫的耶 可以嗎 我看到真實的自己了 你們看一下鏡子裡面的 這個鏡子有多片 小一點 小一點 好看一點 腦膏好瘦喔 model model 這蠻好看的耶 怎麼辦 怎麼辦我是喜歡這種東西 只是我剛進來的時候 我是先看到這個 他們這邊賣很多這種品牌的 痾...製禁款 製禁款 製禁款 而且重點是 先不論品牌價值 他的料子其實蠻好的 摸起來很舒服耶 不過他不是 他不是 這麼大的這種logo的話 我可能會考慮買一天 好可愛喔 然後一打開 對耶 要不然一打開 超大草 超大耶 這什麼 在泰國可以看到這麼大的草 欸這是那個 這是那個 很貴的那種日本古堂嗎 看起來很像 很像對不對 他也日本島路 喔真的耶 我覺得 本來是東南亞特有了 鳳梨的消防 漂亮的島方是這樣子 就是他會把那個 整個心都消掉 是螺旋狀 是一個螺旋狀 很漂亮的菠蘿消防 都牽掉了啦 他手上是一盒 他 是一個菠梨罐 我們現在來到了 是烤山路 烤山路呢 就是 背包客的勝利 沒錯 剛剛一進來就看到很多 真的背包客 是真正的背包客 這麼大的那種 登山的那種 對 有外國人手上拿了一個 拿著一個那個 抽味的管子 充滿了味在裡面 對 然後他還抱著一個玻璃罐 玻璃罐裡面也全部都是那個 大麻草 好屌喔 好屌 是不是很喜歡 BOXING褲子啊 欸 你這褲子超級好快的好嗎 咦 我已經買一件了 可是他這邊品質比較好 還有這種的啦 這種椰子樹的上衣 你要確定是椰子樹耶 你剛剛是不是說你被騙了10塊 對 為什麼 我剛才有急跑過來這邊 看到這個鐵柵欄 哈哈哈哈 然後就跑回去拿10塊 你已經先投錢了 我投了錢 然後就轉不進去了 現在再投一次看看 再投一次看看 剛剛David有說 欸你要先 你要先把這個卡到底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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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邊好像主要有賣衣服的地方 賣二手的東西的地方 跟一些很超市集 就很多區 然後這邊 據說有大概一萬五千多個攤位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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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裡面真的是很有feu耶 對啊 這邊的地方都很可愛耶 對啊 這就是他畫的就是倒這樣 欸你在拍喔 你眼睛哪裡震 不是你看他的側面 你要看他的卡通 你自己去查他的圖片 他臉就是這樣扁扁長長的 是斑蘭葉 就是我的家鄉也會拿來做各式各樣的料理 然後我剛好聞到他的味道 他有做那個美式咖啡 所以很好奇 可是特首竟然買一杯 蠻漂亮的 他下面應該是斑蘭葉的水 然後放那個黑美式 然後上面還有放一個斑蘭葉本燈 這看起來很像魔術書啊 好可愛喔 這後面看起來就很絕 現在到了 丹南 沙朵 水沙市場 現在手搖船的話 剛剛說六百嗎 五百 五百 然後這邊有手搖船跟電動船 然後電動船的話是八百 可是因為我們剛一下計程車 就已經看到他的那個就是 英文標價 英文標價就是 兩百 一個人兩百 然後電動船一個人是三百 然後我們就說 那沒關係不用了 我們就走回那個 售票庭 然後結果售票庭那邊阿姨就 就找老闆來 就叫老闆來 要安排船這樣 結果又是同一個中國人的老闆走過來 他看到我們 我們看到他笑了 相識而笑 對他看到我們也笑了 然後 別人就問他說 欸這邊不是寫一個人兩百嗎 然後老闆就想說 呵呵 老闆你先發出了 呵呵 那個是最少要四個人 所以一艘船其實是四百 八百塊 那你們兩個人好籃 那就四百吧 所以就 就現省了一百 然後我在網路上面看到 就是手搖船其實 大概是三百塊到六百塊 只是 也 不想要浪費時間再獎價 就 就讓人家好好的工作吧 汽船來了 電動船來了 帥喔 紀念品 我買了一顆椰子 要不是他的啤酒是 常溫的我也會買 呵呵呵呵呵 就是泰國比較多人去的水商市場 然後一個是只有假日五六日會開的安帕娃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這裡 這裡的話就是 平常 早上他七點鐘就開 跟阿姨說他七點就開了 然後他的河寬比較窄一點 所以如果 呃 所有的店家都開門的話 就會 很壯觀 因為就等於是 左右都是船 然後他們要匯船的時候 我們就等於四艘船並行 擠在一起 就很考驗 滑獎的人的技術 這邊叫安帕娃水上市場 但他也有路上 對 安帕娃水路的兩側都是可以逛的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市集 我就想說我們先逛逛食物 欸這個很有feu欸 對啊 感覺可以看到一些很local的食物 魚丹 你看他的長相 他全部都烏龜井 昌寧不用搶 這個 好可愛喔 這是一個觀光市場 沒錯 但是 好像真的是本地人居多 然後 他們的 所有的標示牌上面啊 都沒有英文 所以 你什麼都看不懂 欸 你看這個是什麼 終於看到本人了 好想買一隻喔 五顆 獲得 獲得 那個洋味很漂亮 好美 好美 哇 這個 欸好好吃喔 上面那個白色的醬 就是你們可以想像那種奶油白醬 然後 加上這個 綠綠的辣椒醬 就是層次變得蠻多的 然後最重要的是 它這干貝超新鮮欸 哇 666 對耶 要起來 就烤得蠻剛好的 就很juicy 然後又很新鮮 海鮮只要新鮮就很好吃 哇 太驚人了 好亮喔 剛剛還在想說你烤到對面去然後 或是游到對面去 原來是真的天上游過來的啦 來 來 足了足了 如果這是台灣的小孩 爸媽媽已經在岸上面大叫了 不要這樣子跳水很危險 現在是鬼日還沒有結束 你們知道嗎 現在是夕陽 剛好是夕陽的時候 好狂喔 超大桶冰塊 然後重點是他們的冰塊好大一顆喔 真的耶 然後第一次看到叫啤酒 有人給吸管 哇賽 那怎麼用吸管喝啤酒 這麼大 然後叫三隻是690塊泰銖 漂亮 漂亮 你好 你好 新鮮在玩 你好 喔耶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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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演作表演 演作表演 對 演作互動 沒錯 不錯 咖啡第一次看這樣喝的耶 其實它只是氣泡水 它有做一個非常漂亮的冰塊 然後這好像是不同口味的 就是花果的味道在裡面 因為我平常還是喝咖啡的人 所以我還是叫了一杯冰滴咖啡 然後他們是已經把冰塊 就是咖啡做成冰塊 然後這邊是有提供 這邊有的是巧克力 然後巧克力跟冰滴咖啡都有提供這個 很可愛的小冰子 像愛麗絲冒油仙境 這是一般的白糖 然後這個是中糖 就是黑糖 那這瓶是什麼 那這瓶是牛奶 好了啦超大罐欸 一整罐牛奶 一整罐牛奶 真的有喝欸 我本來以為它是 就是長得漂亮的氣泡水而已 但是我發現它冰塊應該是有味道的 不曉得是冰塊的味道 還是這個水本來有味道 因為我沒有喝這個 單獨喝這個水 把它混在一起是很OK的 混在一起就是一個酸酸甜甜的 夏日水果感的味道 喔~~ 神秘道21 長得很詭異的油圓車 神秘道21 你愛的 好看嗎各位 好看 欸1990 可是它這上面沒有那個啊 版權標啊 有點太貴了 抱歉 買到褲子 我為什麼不買三個 690一隻欸 那為什麼不買右下角那一個 欸 啊 這個 我們英九拉鍋最喜歡的 你可以買來送它欸 它可以泄氣欸 可以帶回去 欸 這麼大的 台灣沒有這個 欸帽子戴一下戴一下 什麼東西 帽子 戴好了前面那邊 我看一下 欸蠻好看的 欸我看到了 這邊有專用 你就戴這個 你就戴這個 可以嗎 欸其實蠻好看的欸 你這樣看起來很寒欸 好啦買個啦 可以啦 這個是藝術品吧 雪冰 這個方向拍紅最好看的 惡魔果池吧 好可愛喔 400塊的冰欸 超級貴 可是行雪冰之前在台灣有開 然後我也很愛去吃 它台灣的價錢差不多也是落在 差不多快200塊 一百多兩百這樣 一碗冰 你知道它是賣什麼的嗎 這看不出來是賣什麼的 它是迴轉壽司 乾太可愛了吧 超級可愛 超級可愛 它是 它是像那個爭仙法子一樣 有一個小心幹線這樣 嘶 的那種 然後前面還有一個月台 嗯很吸引 他們 他們做裝潢都是做整套的 看到了一個超級可愛的冰棒 欸 這個是冰棒耶 太像了吧 太像了吧 這一隻一百一十九塊 太豬 所以像了 好捨不得咬它喔 很QQ耶 它這個黃色的地方真的是玉米口味的耶 欸 欸 所以它帶什麼就是代表它是什麼口味 對 我不太愛吃甜食的人來講 我覺得它不會過甜 然後它吃起來就是 因為它是玉米口味的 所以它不會有太多的甜膩感 所以它有一點點 一點點鮮血的感覺 欸我要大讚這個 這個冰淇淋 它雖然要一百一十九塊太豬 可是它上面是很濃郁的玉米醬味道 然後葉子是剛剛說是牛奶巧克力嘛 它的臉是起司 它連是起司口味耶 不知道你們鏡頭裡面看得到嗎 裡面有那一塊一塊的 所以很像起司蛋糕口味的 好好吃喔 就口味都不一樣 不會是整顆整個混在一起這樣 對耶 就我本來想像中它可能就是食用色素 然後整次吃起來就牛奶冰淇淋 或是香草冰淇淋甜甜的這樣而已 我想它層次滿多的耶 這個很讚耶 我覺得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話可以買來吃 什麼什麼這什麼 終於找到大麻飲料了 然後有一些可可亞的啊 然後泰奶的啊 然後珍珠奶茶之類的口味 我們來去買一杯 我們就買泰奶的 因為畢竟在泰國 它叫我來這邊等 原來是因為它要放在這個 就是熊熊的嘴巴裡面 然後我們自己就把它拿出來啦 好的它雖然沒有上面的那個大麻的椰子 但是它是說它的那個椰子 是混在這個飲料裡面 然後我剛剛有問它說就是有沒有年齡限制 因為畢竟是大麻產品 然後它是說17歲 喔17歲 對可能你高中畢業吧 你就可以喝這個了 其實喝起來口感蠻特別的 它就是因為它的層次滿多 上面是有烤焦那種烤布雷的味道 然後下面又是黑糖珍珠 然後中間是泰奶 雖然我分辨不出來到底有沒有放 就是大麻的相關產品 但是它是一杯還蠻好喝的泰式珍奶 買鱷魚肉 它這邊有兩顆頭 剛剛問老闆說這個是真的鱷魚嗎 他說對這是真的鱷魚 好可愛喔 類似什麼樣的感覺的肉 它有點像是炒的有點乾的那個雞肉串 有點乾的雞肉 欸 喔 怎麼突然穿成這樣這麼正裝 你都配了一個菠蘿嗎 配了一個鳳梨 我要來看那個就是 應該是泰國最華麗的人妖秀 Tiffany秀 哇喔 沒錯裡面也不能拍 所以呢就是大家有機會可以來自己看看 現在有 有 剛剛上場結束的漂亮的 算小姐姐嗎 對 小姐弟 對在那邊拍照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他們的場地真的是非常的豪華 這裡的票票 當場買的話 VIP Code最中間會是2000塊 讚 還滿精彩的 它裡面應該至少跳了十幾之五吧 應該是 對不同的主題 然後它好像會因應就是不同的國家 比如說 還有華人啊 然後 越南 泰國 他們自己本地的 然後還有韓國 然後美國的白韓會 然後他們還有跳那個 印度夢買女帝 哈哈哈哈 就是還是有跟時事的啦 滿厲害的 你不會沒有來按摩的吧 對啊 因為這邊按腳的雖然還滿便宜的 但是 可能按摩的力度啊 專業度還是會隨著師傅的心情就改變 然後這邊就是 算是連鎖店 我想它平均應該比較穩定 所以我今天決定來按 精油按摩 素素看這樣 沒錯 它這邊還滿高方的 就是 它在這邊還滿高方的 在按摩之前 然後 它行李先去淋浴 然後 它就準備了 就是浴帽給你 然後洗澡的時候 就不會把它弄事以外 等一下你洗完澡呢 換完你的內褲 等一下按摩嘛 全身按摩 然後它有這個 帽子 是讓你把頭髮遮起來的 因為台灣的話 去全身按摩 按金喔 它是用毛巾 就是你趴好 然後毛巾 把你頭髮這樣整個包起來嘛 才不會弄到你的頭髮都是油 這個 滿特別的 按完膜了 其實這邊按摩的 就是跟台灣的方式就滿像的 然後按的也還滿仔細的 所以就是 你已經玩得很累了 所以要全身的放鬆的話 我覺得 Let's Relax 應該可以讓你Relax 好 我先 太可愛了吧 好可愛喔 剛剛被搭訕 然後就說 要不要看秀嗎 然後我就說 不用不用 然後他就再追上來問說 我要看男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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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欸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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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